總統蔡英文26號一早 南下彰化田尾到宮廟參拜 身旁站著的就是民進黨立委陳素月 距離大選倒數40多天 陳素月要立拼連任爭取四連霸 總統蔡英文也在廟口開獎 懇請鄉親支持陳素月 結束田尾的行程後蔡英文直奔彰化20 參加立委護選人吳依寧的聯合競選總部 成立大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吳依寧送進立法院 大家說好 我們有一個立委在立法院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不知相挺吳依寧蔡英文也細數 執政八年來政績 希望選民支持賴蕭沛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GDP是17.5兆 我們今年將會是23兆 這表示說我們的整體的國家的實力強 我們如果要繼續下去 我們就要選隊員 所以這一個選隊員 我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現在的副總統 未來2024臺灣的總統賴清德 大家說對不對 選戰鬥數彰化區立委也被視為激戰區 候選人各自衝刺 立平守住現任席次 或成功搬轉進軍國會 蔡林軒 許出唯一張話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